10月24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跳水项目拉开帷幕 在当天进行的三项决赛中 中国八一跳水队包揽全部三枚金牌 并斩获两枚银牌 获得首枚金牌的小将王宗元当天正逢18岁生日 他说这是他成人礼上最好的生日礼物 拿到这枚小牌,很激动,也挺开心的 毕竟在自己的家乡 这是送给自己的生日,最好的生日礼物 王宗元当天参加的是篮子一米版的比赛 决赛第一轮,王宗元的动作干净到位 以75.00分暂列第一 不过第二轮他就因为入水略有瑕疵而落到了第三名的位置 好在王宗元在第四轮迅速调整了状态 以86.70分的单轮最高分重回榜首 也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上午的比赛还是有点放不开 然后人也比较多,然后也是挺爽 在比赛中,王宗元的主要对手是队友马德鹏 第五轮过后,马德鹏的总分曾领先王宗元1.30分 不过凭借最后一轮更稳定的发挥 王宗元最终以468.15分的成绩夺冠 比获得亚军的马德鹏高出15.80分 比获得同排的乌克兰选手奥列格·克洛迪高出近70分 第四轮超越了它,感觉还是有点紧张 然后到了第五轮,以后跳下去以后也并没有慌 因为那个动作是有点小失误 也对自己说后面还有一条,把它完成好 放弃手奥列格就好 其实跳的过程中心态还是蛮平稳的 没有想太多东西,只是最后一个动作 可能在技术方面还是有一点欠缺 所以没有稳住 跳水这么多年来跳得最好的一次 也是超长水平发挥 赛后,首次参加军运会的王宗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也是他首次获得军运会金牌 他非常开心 而作为一名军人,参加军运会是责任也是使命 以后还要一步一个脚印地继续向前 一名军人来参加军运会 身上也有很多责任 本届军运会跳水项目共有中国、德国、乌克兰等11个国家的53名运动员参赛 设男女一米跳板、男女双人跳台、男女团体等12个项目 当天另外两项比赛 中国组合维尹黄晓慧获得女子双人三米板金牌 斯雅杰临山分获女子跳台冠亚军 根据赛程,25日将进行女子一米跳板、男子三米跳板、男子双人跳台决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市民電算机 产�� 市民电算机 公司